好,孩子们,刚才这个动画我们看完了,那你也知道了,哎,鲁班,他不就是那个班门努府当中的那一个奇才吗? 他不仅仅会造伞,而且他还会造剧,对不对?哎,那在今天他简直就是一个发明家呀,那我们来看一看,了解了这个故事的发生,发展,结果,那排序是不是会排了呀? 给大家一分钟时间,然后我们暂停视频,自己先把序号写下来,再听老师讲,哎,一定要注意咱们听课的方法啊,不要光听,一定随时暂停,思考,动笔,好,非常棒,那刚才有许多同学都已经把排序写出来了,那接下来排序一定要分两步,第一步我们先来看,然后思考,再动笔写,第二步要检查,对不对? 那我们来看看,第一个你们写的哪个呀?老师说,哎,时间剩下很明显,很明显很久以前,对不对? 世界上还没有伞,可是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伞了,那鲁班呢,他作为一代奇才,对不对? 他就一心想为人们做一个既能挡雨又能遮太阳的东西,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伞,对不对? 好,那当时呢,哎,那怎么办呀?对不对?你看,这些是不是有一些时间词呀? 你觉得美人就在前面,后来应该不对了,一天,对不对? 其实时间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,对不对? 好,一天,鲁班呢,他就看见了几个孩子,他在面上顶着那个大荷叶碗,还记得动画里的吗? 然后他就很受启发,对不对?他很受启发怎么样了呀?哎,于是,对不对? 于是,他就照着荷叶的样子,这儿有荷叶,上面也有荷叶,这叫相关内容连在一起,明白吗? 好,那说了,用竹条架成架子,然后弄上羊皮,做了起来,这是第几个了?第四个了,对不对? 好,那接下来呢,哎,这个,嗯,我想了好办法,造出这样的伞,那鲁班的妻子呀,瞧着这个伞,那个时候就荷叶是这个样子,说不了,一直顶着,那可能某一天外面下雨了,或者没下雨,你想预防一下,然后呢,一直拿着伞在这边走很小,对不对? 你看,鲁班他的妻子也很聪明啊,说,这个,你看,对吧?哎,你看这个伞呀,要是能让它收起来,那就好了,哎,后来就这件事的最后了,对不对? 好,鲁班呢,哎,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,制造出了现在这样,能伸,能缩的,散了。 所以这一道题,刚才老师第一遍答的是,三,二,一,四,六,五,不知道和电脑相对你排的一样呢,如果一样,那一定要给你点个赞。 好了,那么接下来老师说还要检查,对不对?我们再重新读一下,去检查一下,这一步非常重要,因为一般排序题,如果说你有一个地方错了,那至少是两分的呀,发现了吗? 而且排序题这种题型只要一出现,基本上它就会五到六分,因为它至少五句话呀,对吧?那两分,你一个地方错了就两分,一不小心,手一抖,两个地方错了,四分没了,对吧? 好,那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伞,鲁班就想着为人们造伞,那一天他看见了孩子,他要先有这个想法,是这样的吧? 然后呢,他就很受启发,那结果呢,他照着这个样子做,对不对?最后呢,成功了,妻子提醒他要能伸能缩才行,后来终于有了今天的伞。 所以说,那这一道题的答案就是应该是三,二,一,四,六,五,OK? 对,文毕的,对不对?那我们一起来总结方法,孩子们。 想要逃出这个迷宫啊,妙计二,就是可以从事情的发展顺序去入手。 刚才我们不仅仅找到了一些时间词和顺序词,作为了标志,而且还结合了后面的内容去推理,对不对? 好,比如说,哎,这样的一些词语啊,很久一天,一天,后来,对不对? 首先,然后,接着,后来,最后,于是,对不对? 哎,包括一会儿,过了一会儿,等等等等,这些词都能够给我们,哎,一些启发,对不对? 那么,咱们还应该注意的就是,其实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鲁班造反,它就是一件事,对吗? 那么,在我们中年级的考察当中,你会发现咱们到初中还会考排序,可是会越来越难,对吧? 在中年级的考察当中呢,序试类的排序居多,因为它不仅仅要让我们找时间词,还要让我们逻辑上去推理事件,对不对? 那每一步怎么做,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啊,第一步,你要先读读每一句话,也不用说了,对不对? 第二步很重要,一边读,要一边想一想,哎,短文是大概写了一件什么事儿啊? 因为咱们三四年级还有一个考点叫概括,对不对? 概括也是一个识分点吧,哎,我们就想这什么事儿啊,对吧? 从这个一开始,比如说,哎,他的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间,很久很久以前,对不对? 然后如果有地点的话,把地点时间,对吧? 主要人物都思考出来,应该放在最前面,比如说一般在排序的时候,还有一些环境大的背景,我们可以放在最前面,对不对? 好了,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想,每一件事儿都有它的六要素啊,对不对? 它的原因是什么呀?哎,原因是世界上没有伞,经过呢?经过分成了几步,一开始他看见孩子拿荷叶玩,接下来他就开始造伞了,对不对?哎,结果呢? 哎,然后他的妻子就提醒他,结果成功了,对吧?这是我们要想的几个要素,那最后,你把这几个要素都理清楚了之后,再来给句子排序就容易的多了,对不对? 孩子们,哎,我们是通过小故事引出方法,那么接下来,我们还可以再去实战演练一下,那现在的时间,请电脑前的小朋友们,我们先暂停视频,看一看自己讲义上的,哎,这一部分内容,我们能否结合刚才的,时间顺序,事情发展顺序,以及我们排序的步骤,来规范的,正确的把这一道题做完。 好,那么刚才有喜座同学,基本上在两分钟之内,你别这一道题做十分钟不行啊,在两分钟之内,做完了,我们打开视频,好,那我们来看一看,这个咱们怎么填,先读句子呗,先通读一遍,对不对? 他说啊,小金玩的口渴了,然后就买了一根冰果吃,小丽看见了,连忙把冰果纸捡起来了,同学们高兴的在指自主院公园里玩耍,这个在北京这个公园,对吧? 然后他们一起把冰果纸扔到垃圾箱里,他随手把冰果纸扔在了地上,小金听了不好意思的点点头,他对小军说,哎,我们要保持公园的环境整洁,不要随地乱扔垃圾。 好,然后我们再思考,他讲了一件什么事儿,就是什么事儿,孩子们概括一下,哎,就是他们一起去公园玩,然后小军扔垃圾,对不对? 就被小丽看见了,小丽把垃圾捡起来了,还对他说,以后别这么做,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呗,对不对? 那第一句话,我们一般找事情大的背景,时间,地点,人物,那谁是第一句话呀? 谁呀? 那同学们高兴的在自主院公园里玩,这是人物,这是地点,这是事儿,是这样的,哎,自主院公园是地点,这是事儿,第一个毫无疑问了, 检查可能他一般也会在第一个,对不对? 好,那么接下来就是事情的起因了,哎,玩一玩玩一玩,起因是什么呀? 小金玩的,哎,口渴了,对不对? 口渴了他就买一根冰棍吃,这还不是最大的起因,关键是,小金那个臭小子,他吃完了冰棍,他怎么做的呀? 哎,随手就把冰棍吃给扔在了地下,对不对? 好,那接下来呢,接下来发生什么呀? 哎,结果这一幕就被小丽看见了,是不是? 哎,小丽呢,就连忙把冰棍吃捡起来了,对吧? 哎,把冰棍吃捡起来了,那这时候呢? 小丽怎么做的呀? 哎,我们要保住环境整洁,不要随便乱扔垃圾,对不对? 好,那我们来看这句话在前面,还是他们一起把冰棍吃扔到垃圾箱里在前面? 哦,这个是这件事的结果,他当然不能在前面了,经过还没说完呢,对不对? 所以我们再去推理,你就会发现第五个,应该是连忙把它捡起来了,小丽可没有自己把它扔进垃圾箱, 而他捡起来了又干嘛,叫醒小丽一顿,对不对? 于是,哎,他就对小丽说了以上的话,你怎么能乱丢垃圾呀,对不对? 那大家知道我们那些清洁工人,他们可能在天没亮的时候,甚至是凌晨三点多的时候, 不管是外面极其炎热还是寒冷,他们就要出去来干嘛了,来打扫这些,来这个清洁我们城市了,对不对? 那如果每个人都不论丢垃圾的话,可能会给他们爱减轻许许多多的工作, 你别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小事,其实只要每个人都做好了, 那么咱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的整洁,更加的美好,对不对? OK,好了,那我们就看来,如果当时我叫醒小丽的话,一定要比小丽的效果更好, 对不对?好了,那我们再来看,他说了这个话之后,小丽当然不好意思了,对不对?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结果,小丽是一个知错能改的好孩子, 他没有说,我就让,不是这样,对吧? 然后他们一起把电波纸扔到了垃圾桶,这是这件事的结果,对吗? 孩子们,我相信肯定有许多人在这句话出错了。 好,屏幕前的小朋友们,我们初次的答案是2417365, 然后再来梳理,检查一遍,可以给自己一分钟时间再来读一读, 看看逻辑上有没有问题,如果没有问题,那我们来看一下。 好,那你还可以按照什么呀? 2,4,1,7,3,6,5,哎,看来没错,是这样子吧,我可没有提前作弊啊。 好,你还可以呢,按照刚才,大家会发现老师还给了一些问题的提示,对不对?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空填好,哎,那以后你就知道举一反三了,你发现,哎,这一篇叙事,这一篇这个排序,是按照,哎,这个叙事类文章出的,他讲了一件事儿,那还是背景,时间,地点,人物,然后是原因。 经过,结果,如果你能在概括之前,大致的,哎,如果你能在排序之前,大致的来概括一下这件事儿,你的排序正确率就更高了。 对吗,孩子们?OK,那么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会儿,你来把下面的填空整理一下吧。